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香槟怎么喝什么时候喝 其实在历史上面呢有很多名人都非常的喜欢香槟 最被广为流传的呢就是拿破仑跟香槟的故事 拿破仑曾经说过我战胜的时候要喝香槟 因为为了庆祝战败的时候呢我依然要喝香槟 因为是为了安慰我自己 那有传说说他在每次出征之前 都会在香槟某一个名厂商的酒窖里面 徘徊呀散步呀然后喝几杯香槟 思考一下给自己打打气 那滑铁炉战败之后很多民众就说 这次的失败肯定是因为拿破仑没有取香槟的酒窖 没有喝香槟 那滑铁炉战败之后 我们都以为可能拿破仑没有机会再喝到他心爱的香槟了 他被流放到小岛被囚禁 但最近呢有公开了一个资料 就是当时拿破仑被囚禁的时候 他的一个就是送餐的餐单 我们看到即使他被囚禁了 他依然每天都要喝一杯香槟 另外一个历史名人就是丘吉尔 丘吉尔也是非常的喜欢香槟了 他甚至在二战的时候有发言就说 我们现在不只是为了法国而战 我们也是为了香槟而战 而且有数据显示 他在那三十几年间喝了有四万多瓶香槟 那我们可以看出香槟真的是有非常大的魅力 那香槟我们要怎么喝 怎么开瓶 用什么喝 什么场合喝呢 影视剧里面有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把香槟瓶子晃一晃 然后瓶塞一下冲出去 有很大的声音 然后泡沫散出来 就是很能渲染这种节日的气氛 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开瓶方式 并且有的时候还很危险 因为这个瓶子瓶塞冲出来的过程中冲力很大 如果不小心打到了人 人是会受伤的 那我们一般开香槟呢 一定要保持香槟是一个冰镇的状态 它的温度要足够的低 而且开之前不要前后左右的摇晃它 保证它的一个稳定 把这个锡纸撕开之后 手摁住这个瓶塞 拧开这种铁丝悬丝 我们一般说这个塞子慢慢冲出的过程呢 有一个声音非常的优雅 我们形容它叫少女的叹息 所以你看到开香槟是不用那个开瓶器的 女生也都可以独立的完成 还有就是香槟要用什么杯子喝 那我们影视剧里也可以看到 有的用那种叠形的杯叠成那种香槟塔 然后整个从上面倒上去 香槟成泡泡状这样流下来 非常的也是很有节日的气氛了 但那个其实也不太正确 是因为那种叠形的杯子 我们没有办法欣赏气泡 也没有办法就是收煮香气 一般做这种香槟塔的都是比较便宜的气泡酒 因为用香槟实在是太浪费了 一般我们常见的就是这种底形杯 因为这种瘦长的形状 你可以看到香槟的气泡很优雅的 从底部这样不停的升上来 而且你在品鉴香槟的时候 更多了一步就是听 你可以听那种小气泡不停的往上升的声音 就是非常的优雅悦耳 也有一些人呢是喜欢用白葡萄酒杯来喝香槟 因为白葡萄酒杯的形状比较有利于香槟香气的释放 一些香气比较有复杂感的香槟 很多人选择用白葡萄酒杯来欣赏 那香槟在什么场合喝呢 最近的场合其实就是餐前 因为它有这种气泡的属性 又有酸度在 很适合做一个开胃酒 或者一些庆祝的场合呀 一些party开始之前 大家每个人手里都拿一杯香槟 这种公愁交错的感觉 配餐的话呢 其实香槟也是可以配餐的 配一些 我们国内一些试酒师们也在尝试 很多人就觉得香槟和海鲜 和一些大扎蟹什么的 甚至一些桃红香槟 一些酒体比较重的香槟 和那个北京烤鸭也很配 大家不妨一试了 在法国呢 很常见的一种奢侈的下午茶的方式 就是一块马卡龙配一瓶香槟 因为马卡龙也非常的甜 你就吃一点点 然后喝一点香槟 非常的搭 度过一个悠闲的漫长的下午的时光 那这期呢 关于香槟饮用场合的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喜欢的朋友继续关注 拜拜